该醒醒了 想什么呢 等死吗 我们输了 不要你就砍人的口就好了 你们三人机会 都不会玩这个 希望你们记住现在的痛苦 一年满累 稀奇复复 火南两大把了 睡觉都做噩梦 想要每天快点过去 就是感觉怎么玩都赢不了 一个职业选择的天赋 不光是说他玩游戏有多巧 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也是天赋的一部分 你要不就是一决不振 要不就是打碎重生吗 你们难道心里没有怨气吗 你们心里没有怒气吗 有 就打回去找他们报仇 就看你们自己怎么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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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苏宁战队以黑马姿态 闯进了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并最终斩获亚军 但在年底的转会期 队长同时也是战队核心的辅助选手蛇蛇 转会去了遥远的美国 听传闻说 他是因为初年不换AD 他才走的 然后我就很难受 然后微信问他 问他是不是 然后他说以后我会懂的 帮助选手 我的天啊 不认识 不认识 直接干了啥 啊 闪现都不会按 对于焕丰来说 蛇蛇是他蒸沙峡谷时的守护 更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他在团队里面是个教练的 还是我的那种教我的人 像老师一样 有的人说像爸爸和儿子 这样说也可以 但是就不是那种关系 就是他教育我那种 教我做人 我会记在心里面很久很久 蛇蛇地离开 令焕丰备受打击 就那段时间是挺难的 他走了最后一面 就在这里走的 我说走了吗 他说走了 他就说 要不把西装留给我 让我去那边新穿 然后他就说 只能穿这件 然后我就跑 然后没穿 他还是真的烦 蛇蛇离队的影响显而易见 2021年春季常规赛初期 苏宁三连败 恭喜儿子 2比1战胜苏宁 并没有把这样一个中野的节奏打出来 虾宁以2比0 战胜了组 你打得过于保守 没有锐气 让苏宁没有时间去调整自己的身心 感觉我们整体的团队感都下降了 打游戏的时候 联动整个团队结构的声音没有了 这个就提到他神秘上 因为总有一个指挥在带他走 但是当那个人不在的时候 就完了 相比以前的话 我们就现在就是有各玩各种的感觉 如果那时候有小兵的话 那他不会打他的 懂吗 下路练他的时候 你们三弟之间肯定看得舒服啊 你看看我 不是我没什么说啊 那他就说你又说我说我不交财 不交财好一点 什么 他说你说我才先 我没说啊 那他为什么这样说 你跟他说 别生气啊 别生气啊 他恶心我 就我这个人 说直白点就不合群 我也跟队友徒露心声过 我也跟队友说了好几次 有时候就哭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这样下去就提高不了 我肯定改变了 先从沟通做起步 那是那是那是 我们一滴推了先要臂 这么多 我们先要好打先要先退 三比三的 我要结过两个 你会退伤 想的不够多 就打比赛的时候 大脑反应的有点迟钝吧 跟队友的沟通也没有那么好 也没有人就会一直指挥你 怎么玩怎么玩 很多东西要靠自己 上单陈泽斌 18岁 是队里最年轻的选手 他在去年的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 出路锋芒 决赛中的武杀 更是让他冥满天下 赛到啊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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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主了 杀鬼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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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杀 死杀 武杀马 白达 阿斌 阿斌 赛场之上已是名叫 但游戏之外 陈泽斌依然还是个任性的孩子 就比如说我第一波没打好 打完那一波之后 我就一直想着那一波 然后导致我整局都没打好 就一场训练赛 可能会让大家都没有训练到吧 然后他上午就跟对面拼个 你死我活 然后死了很多东西就退了 然后整局没打好 然后我打完之后又后悔 后悔然后导致我打完之后心情也不好 我复盘的效率也低 春季常规赛已经过半 苏宁的竞技状态却持续低迷 向涛队里的中单 业余时间喜欢研读哲学 我没打职业之前 我本身就会问一些不应该问的问题 这个是我最近想打一下东方哲学一些基础 家缅写的一本《存在主义》的小书 《存在主义》 我这放假也看了一些《存在主义》的书 这个家缓把我们说话的 他要做过的 我觉得 我觉得目前看来还是这个比较难 因为这个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很毒很毒 但我大概知道他要不要说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我看看那本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我们只能相互照亮彼此 但没有办法接触到彼此 就A黄跟我们说的 我们要变成那种会独地思考的 要为了团队着想的 能一个人扛起整个队伍的人 我本身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放假 你就自己在那里打游戏了 没有那么感受到什么孤独 但我这辈子 大部分时候也还自己跟自己玩 就A黄跟我讲 你觉得你每天的工作 是可以被人取代的吗 如果有人可以替代你做理作的事情 那你一定会被替代 就是感觉不能浪费一天的时间 每天都要用尽全力去生活 去工作 没事疯狂也好 冷漠也罢 我们只要赢 春季常规赛后半段 渐入佳境的苏宁 后诚发力追到第七 舰队以来 第一次打进LPL春季赛的季后赛 苏宁要结束这套比赛了 这甚至是十十分钟 苏宁的这个攻势看起来 就是像要一拨的 让我们恭喜苏宁 加油 苏宁两个季后赛 比我打得完全不拖泥带水 恭喜苏宁 在BO5的比赛当中 是以3比0获胜 给我EJ 我B C 给我EJ 我B C C给我看 给我EJ C给我看 EJ 我没想到啊 最后涛博是硬生生的 凭借任性给打了回来 苏宁确实在那种团战的时候 死到一个金盒子 其他人也会出现一些失误 哇 19分钟 最后还要再打点伤害 好绝望呀苏宁对吧 罗文君你想想 唐湾迪德城那边 去年的第一个赛季春季 我们把这个赛季的赛季 没关系的 然后夏季赛不还是一样 最后打进世界赛 没有像个什么方面 我不像我敌文君 是啊 罗文君 没事 罗文君 挺好的 你有经验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你春季赛第一场比赛 和最后一场比赛 你会发现你自己 进步的真的很多 几乎再过早出局 让队员们有了一个难得的长假 以前就是拖延症 然后每次回家放假都靠我 我叫他呀 然后每次就说 哎呦我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 前一天晚上算好了12点钟 说妈你明天12点钟叫我 第二天早上我去叫他 说我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 然后我说 那你再睡睡到几点 他睡到12点吧 然后你再叫我 然后我到12点半叫他 他哎呦我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 又睡到1点 然后1点钟叫他 还要睡一会儿 就是那儿呢 就特别能拖延 今年不用我叫了 一定12点到中 以前就想多多睡5分钟 然后一般只要多睡5分钟 就会多睡1个小时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也是不耐床 然后更不会迟到了 就在居住过的时候 就要变得自律一点 然后就生活才会美好一点 放假回家已经20天了 陈泽斌始终保持着按时起床 早晚锻炼的生活状态 我第一次跑步 我跑5分钟 我就累得完全跑不了了 但是我就是每天往上加30秒 往上加30秒 一般觉得每一次跑步 每一次那个1分钟坚持下来 你心里都会有一些变化的 坚持运动的同时 陈泽斌还让妈妈按照他找来的减肥食谱做饭 有序地推进着健康饮食计划 主要是我的肥胖让我意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 肯定是很不好 但肯定是影响挺多的 想喝饮料就喝一下这种无糖的 也没什么害 我以前是一个不喜欢动脑 也不喜欢动身体 还很笨的一个人 就说打得好 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打得好 通过减肥能让我了解自己心态的一个变化 从身体的体重变轻 肉变少到心理的负担变轻 心态更好 他处在一个想要脱离去年的自己的情况 蛇蛇地离开和去年年末的那场舆论风暴 加倍摧残着幻风本就脆弱的心灵防御他 甚至让他一度陷入重度抑郁 半年已过 心里的伤口愈合了 但心结还在 没事 听人说 在生死面前 其他都是小事 今天 幻风约上了朋友一起去蹦极 他想去体验 濒离死亡的感受 累了 是真的累了 累个屁 看 那是蹦极 穿影 就这 这山也不是 天天天的 二何 我已经死了 有一站的地方 死 走 走 走 快 我再来了 蹦极快 太累了 我不玩了 你们都玩了 太高了 真的 我苦了 是兄弟不 是兄弟就一直跳 起来一个跳 跳不着 快签啊 不要浪费时间 你舔了我直接舔 我不太有余的 快 好不容易来一碗吃 人生中第一次 我贴完你不贴了 我绝对贴 我没必要骗人 快快快 快 你别啰嗦 一个大男人呢 太吓人了 跳表 别磨叽 哎呀 坏呀 经常说哎呀好想死 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 快 你也太恐怖了 我恐怖了 为什么你要拉我一起啊 我是敢跳的 还有风的 我不想跳了 我要哭了 他哥 他哥 我跳了 他还恐怖了 这不那么大 这不是人的承受 他哥 下去吧 我跳了 走啊 太恐怖了 我也挺不住了 我恐高了 好高啊 我也恐高 我 不好了 我害怕了 我能不怕吗 那台都是晃来晃去的 我能不怕吗 下去吧 走吧 下去吧 下去吧 这太难了 我感觉我会死掉的 你钱都花了 不跳 我们这钱不退的 就跟你说了 不该舔的 你别上来了 不跳了 你需要舔 坐在那里不动 在想啊 脑子一片空白 跳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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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跳了 跳 跳 我只是 我只是不敢占钱 那你跳个蹬啊 那我还是想跳 我不跳了 太高了 不跳了 不跳了 先站起来试一下 真的在跳 一定要跳 买一管 只有那个适用感 就三下左右 对对 就三下左右 上面风是真的大 那台都跟着一起晃 风还在吹走 我再往前走 撤退吧 别叫了 跳 280呢 对啊 280都花了 我转给你吧 你无所谓 你肯定无所谓 我肯定无所谓 我转给你吧 勇气 VS Liar 为什么跳 为什么跳 到了一个地方 有东西我就跳 有那个动机我就跳 好玩吗 东方明珠我也跳过 是好玩的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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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伤我也跳过 人生是不是没有什么刺激 是从哪里 有 真的只有跳 不把安全带跳下去 不把安全带跳下去 哎呀 风了 其实我也想蹦极 我听别人说蹦极体验 就像死了一次一样 其实我真的想体验一下那种感觉 有那种死的感觉 然后觉得现在活着就很美好 就是一个人要做自己害怕的事情 才会有成长 别让他有压力 然后就知道 除了生与死别 都是小事 这你说 苏营还是稀疏平常的事 是不是就像人上战场打 苏营都是很平常的事 用不着太力了 是卖的并且尝试吗 就是稳住 别打 尽量别打架就是稳住 这都很不明白 你越打那个 那个劣势就越拉越大了 他有时候才知道 打龙的话 我都知道能不能打 你看到玩家 我上面是玩家输了 他就可以打龙 我就知道这龙肯定是输 大龙回生 这些天 陈泽斌一直在反思自己 春季赛表现不佳的原因 人们说自律能带来自由 但自律和自由是否能换来自信 陈泽斌想用 也只能用时间去证明 但是他不用人监督 他自己一定会就知道 只要他有时间他就 是 比如我今天规定自己做了三组 那就一定要把它做完 如果没做完 那今天就是失败了 这样做不仅是对身体的好处 对心理和意志力是有很大的提升 就是运动的时候很累的感觉 然后不想做下一个 但是你只要想象一下 就自己在战场上 这个目标一定要完成 做完之后就觉得很舒服 就你一会儿疼还是去做的时候 那是最难的 但你只要把那个死细地 找度过了以后面就不觉得难 就不管锻炼心理 还有锻炼心态 从放假第一天回来就开始这样 我刚开始我以为他也就是 那种三分钟的热度 过几天就坚持比较具备 但是还好一直在坚持一直在 有时候我都想偷下来 我说今天怎么怎么样 就算了吧 他说那不行 那你今天这个原因不坚持 明天那个原因又不坚持了 那你那能行吗 他这次就是像笑的决心的 这叫顿就顿悟了 这叫顿悟了 会死吗 会死吗 下去吗 怎么会 说得好 确实 人生吗 抬头前胸 不想下去 感觉好不容易走到那里 那人生都是要体验一下的 那这一片空白 加个油 给自己鼓一下 开心 下去要上来那一下 我想啊 我跳了 还好 没死 原来我也能跳的 我在喊着 长虎牛逼 没喊着 看开了 整个人都变了感觉 不像之前 觉得 哎呀 这个好难 哎呀那个好难 但想着想着觉得 其实也没那么难 有什么比 死还难 是吧 太痛苦了 但又没办法 就觉得这些 很明显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可能做的事情 做了 还行 队友 教练 管理长 之前我不懂怎么行 但打直接就这几年 能跟他们接触的也就这几年 那为什么不在他们身上 学点东西呢 人生 道理 什么的 都可以学一点 长没长大不知道 反正就感觉 以前什么都不懂 就现在做什么事 都会先分辨一下 那件事对的还是错的 现在什么事都能控制了 看出看多了 可能就这样吧 我自己也觉得 就比以前懂事很多 跟懂怎么做一个大人吧 以前差不多就是小孩 感觉挺快的 长大一下就长大了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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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天 陈泽斌受了十斤 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走 走 拜拜 先说了二星千里 哎 不大有我 明天千里而不有 这将来的话 你打得好 咱也不上韩国 也不上欧美 就在中国的 外边给多少钱也不去 但是看一眼都难 这功能一定还好点 2021年的夏天 我们再次重复在赛场 2021年英雄联盟学业联赛夏季赛 登场 破万象 苏宁最后的倔强没有能够扛住埃及 这就是百分之一数 没有办法 再也守不住 夏季赛拉开序幕 苏宁战队开赛两年百 那时候出来太多英雄了 什么格温 福耶哥 特别是蒙森 还有什么赛拉斯这种的 我们上周都是不会玩的 或者说就玩得很一般的 就我们练英雄 花负了我们将近小半个赛季了 就我们到赛季中期的时候 我们这些英雄我们才练出来 甚至有些还没练出来 然后大家要靠下 我们从来就没有用硬斧 打过射提 就我们训练在里面十把 那里会量赛纳的最多只有两把 给赛纳凯不能给塔姆 你觉得给塔姆好吗 不是 他们塔姆一定选得到 肯定是一二一七选 就我自己的表现 就有时候还是有点急 感觉打比赛的时候 还是没有真正的够到 像平常一样的放松 我感觉紧张主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怕输吧 怕就是自己打不好 如果带准了 就是这样一种恐惧的心理 去玩游戏的感觉 就是会发挥就是不太自信 还挺让自己打 你挺好个屁 太容易死的我跟你说 你那个是零种受虑的 你那儿打那个鳄鱼这样的吗 你是很高种受虑 鳄鱼这嘛还好啊 他太容易死 每天副版的时候都在说 我们其实萧芬图 他这个意见也挺大的 就每天说陈敏 你要正常一点 你这样死 他影响我们训练了 我怎么越好 你把这边还有伞 我说不了吧 我们没那么好卖的 我们没得卖 我没得有伞 没得有伞 马上马上马上 没伞 在前任队长蛇蛇离队之后 打野选手萧芬 接替了队内指挥的角色 作为目前的战术核心 他的表现 决定着每个战局的胜败 就可能萧芬是一个很喜欢 用运营这种方法 你对面的一个选手 就像他说的 打游戏就像下棋一样 那种感觉 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萧芬的决定 感觉是可以成功的 有一种就是 你应该不会来吧 以后我就来了 对 打一个心理差 他的风格应该是 在RPL图书一致的 就是他的游戏的想法 他对于野怪的计算 这是没人教他的 我觉得这是他算是 但是萧芬自己才研究出来 他这个想法 我觉得100分的话 他可能是 他有的时候只有60分 对吧 有的时候有90分 有无限的可能 就有的时候你就想不到 哇 居然还能这么打 有点在想他在干什么 在中华腿中 我们走一空点也有 八条两条只拉到了一个缩分 哇 全部都给缩分了 那这一波苏妮还不上吗 但是露露还有大 可以保他呀 对呀 哇 这一波苏妮不开团 就不像别的队 什么阵容不好的可能 就一直打架 然后去强行去赢游戏 那我们队就不会那样一直打架了 到最后可能阵容不好 那就一直拖 一直拖 然后就输了 感觉我们也是比较值得拖 打法本来说没问题 主要这种打法 输入本来说是长这样的 说到怂 真的 我真的很认同这一点 我们队 每个人都有操作 每个人都很抹 都是千分的 是吧 就我1600分 就不敢操作 我问为什么 我们一定太难了 如果我们第三把 比如说我们打到同次吧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这样比 感觉这样 你们大家太难玩了 没有一个教练想让自己的队部的比赛 是那样去打的 每个教练肯定都跟学生说 你自信一点 你敢于操作对吧 就凶一点 我觉得所有教练都会说说中话的 快逼一波啊 逼一波啊 逼一波啊 不要 但是 没有人能改变双方 他真的太难改变他 太难了 我感觉我做梦都行 而且卡莎一个人顶了上来 的方法 就是智能学的后设 卡莎的方法对他来说也是超级爆棚的 没有可能了 那还是要恭喜W有惊无险的哪下第一局 经常都是前面几场都是可能这一场 他状态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状态没那么好 然后再下一场 这个人状态恢复了 但是又换了一个人状态就没那么好 这赛季初期 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下路 也导致有一次 我狠狠地骂了一次下路 我们三个线都不押 我们只有辅助 给你打野在演戏里面走 你们三人机会也去吗 要是我们有优势的时候 我们大家不要爬超速 我们就去超速 我们可以玩一点有冒险的超速 骂到他们可能都对我有意见了 我觉得下路打得太长了 我们就两人在那挂机 然后也不干事情 做什么事你告诉我 我能做什么事 我下路很难做事 还是说就去拿小龙的我们 什么都不可以 就这样吧 就这样做 你要做事你要起前提 你要先赢 赢对现场的做事 你不赢怎么做事 我都不是找一个位置在哪 他随便走哪我就死了 我那个骂是故意骂的 就是我就是想刺激到他们的自尊心 让他们去难受 让他们自己想去变强一点 纵观这个BO3吧 是 整体苏宁对于这个现在版本的节奏 跟着就是特别的近 而且其实每次苏宁选出来的这楼 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赢 就整个队友都不知道 就是怎么赢比赛 怎么赢比赛这种 让人倍感意外 败给近两年都没有输过的对手之后 无缘季后赛的危险境地 出手可及 说这个都坦了 那年应该是没有人想到会输的 就是我们从教练到选手 到管理层 应该没有一个人想到会输那场比赛的 太轻敌了 就觉得我们之前一直赢老干爹 然后不可能输 然后就很轻敌 然后就缩了 那天就等于是一个什么样 晴天霹雳吧 就是我们本来设计挺好的 然后一个雷批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 然后所有人士气下沉 感觉已经不会玩这个游戏 已经不知道怎么赢了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 就下了大雨 本来下大雨心情就不好对吧 然后又输了比赛 也不知道怎么回去跟 跟什么经理一样老板交差 感觉不知道怎么回来 太惨了 眼下苏宁市气低落 然而在七天之后 他们还有挑战星科世界冠军RNG战队 上路有基本的队 他们就新约不了我们 然后会动龙 他们下路线会在我们塔下 你们下了三二三二 然后我中路突然线 我会先靠 开队开队开队 开队开队 我丢到我丢到 他有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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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路纯俊你到底还想不想好好打 他说他不想打的 因为后面我会去了解到对吧 后面跟他去沟通到 就跟他是为什么原因 他说他怕输 他说他输麻木了 想每天快点过去 我觉得也不能怪他 就对于一个17岁的小孩子来说 我今天打比赛也是输 打球赛也是输 真的会很没有信心的 所以也没办法 我就把三方去打扶出去了 想让大家换一种心态去打这个系统 跟自己的新搭档交流一下 兄弟你拿什么 我们选到腿磁这一种感觉 在宣伞里面就也没玩过 第一把 看上三方那个垂石 我有一顿的摸透 我知道快输了之后 我说RW你准备一下去打第二把 其实我知道他是有点不愿意的 不管是谁都不愿意 感觉上去都是输 那我就打干嘛呢对吧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他一句话没说 就自己去收拾他的书包 拿着键盘 去调出去 有点抗拒 但是让我上还是上吧 我来下面 他们要推下一塔 我们 我们看到门包下去吧 不对 你下去吧 我们上路是换上去的 可以的 先锋可以的 我能不能往中靠 不用不用你就手下 RD正面完全溃败 恭喜苏宁搬回一局 正面团战感觉RNG要稀碎了 让你带一共进行了整个五十分钟 我们恭喜苏宁让一角战胜了RNG 就那一下就大家瞬间明显七十起来的 因为就赢得很不容易 更多的是给他们一种信心 RNG我是在上面躺书 然后我 躺书一把 躺书我上去塞了吗 我不是 第一把是让你学习 我只让你看一看 你把你干啥看 一个赛的辅助 一个赛的辅助 对总的有什么影响 你不看到吗 你叫我啦 做了不玩特殊 是谁的问题 那你选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是随时的问题 我说不能玩特殊 随后苏宁又战胜OMG 但这并不足以沾沾自喜 因为在通向季后赛的最后八场较量中 他们至少要赢下五场 还有诸如涛博 方拉斯菲尼克斯 苏州LNG等好强在环四 这就是未来苏宁将要面对的状况 强队都选择 强队都选择 弱队都选择 这是很有规律的一件事 长得帅子都选择 来放进手来 加油 不怕别怕别怕别怕 三个可能不怕 因为球的凶伤 直接扣出了带 TKLV选择了回身硬 幻章的盲墩 哇 两个人还太激烈了 这几年中期的惊喜都断倒 我觉得你们现在打得太怕了 你们为什么不好打 他们面前怎么应我们 我们先打吧 本来就锁了 我说我们的优势 我们不会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抱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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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假装帮你 我逼了我逼了 我假装 把一顿蒙打 今天就秒了 蒙打了 完了 正面就是溃败之势 恭喜苏宁 第二场比赛成功的发展回来 现在是可能多多少少 就是比以前稳一些吧 多用一下脑子吧 以前打比赛 感觉一直在用手 现在要多用一下脑子 跟以前不一样 说话多了 然后也很懂队友 变化很大 270秒 你拿给出去 一波牛头的一换五 我的天哪 这里给我来想杀Solven 但是展黑门牙已经倒了 队友复活了今天还比较久 感觉来不及了 哇 来不及了呀 恭喜苏宁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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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就打完淘博之后 这状态回来了 突然打得很好 他现在慢慢的已经成为 就出骚话说话说得最多的学生 有一点舍舍的隐形在里面 太恶心了 我这边就给我这一碗的太恶心了 请进 别害我 不满意啊 我这么猜的 你不值得拍 团战想法也少 打团脑子干嘛用 你上次不是也是先跑的 你上次不是也是先跑的 没有先跑 所以我已经打牌了 暂时也可以跑 那不是也先跑 先跑的 那我跟俩人吃不下去啊 庆功宴上的欢风有些心不在焉 他想溜回基地去训练 每晚训练前 陈泽斌都会去锻炼 自律的生活 从夏季赛一时延续至今 确实被吓了一跳 一开始以为 是不是也经历了什么 对吧 就很严重的心理打击 然后包括我们甚至有几次 赢了比赛之后的聚餐 他会说我不去 或者说有的时候哪怕去了 也不吃就坐那里 坐那里看手机聊天 一口都不吃 这样做不仅是对身体有好处 对心理和意志力是有很大的提升 想要获得理想排名 苏宁就要尽可能多的 在余下的比赛中获胜 尤其在对阵排名靠后的队伍时 更要避免出现闪失 陈泽斌和SOFT都是现今ILPL中的顶尖高手 但他们游戏风格迥异 就像毛和盾的碰撞 都有着自己坚持捍卫的动机 他们两个一直配合都有问题 别人说苏宁上野队伍 但他们两个亲和力是最低的 联动的话感觉就找看艺术 感觉也没什么联动 小黑模玩战感觉就各套多 感觉也没什么是要说的 你们听我说 别怕别怕别怕 赛四秒多个提的 赛四秒多个提的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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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么一想的肯定是很简单 你打也什么都不干 你今天天天来帮我 这个游戏就赢了 我就可以准备了的 肯定肯定不是这样啊 那我的以外怎么办 对吧 我的龙怎么办 我的下路怎么办 考虑都不一样的 打不了 我们组织小花厉害那个时候 参与套把参与套 掉到对面 变得重打没了 烧打没了 参与套没了 他们随便去哪里 这个招呼 这怎么打 其实这两个就怎么样 你要么陈德斌 你能说服艺术 要么艺术说服陈德斌 只能选一个 结果很明显 陈德斌 就是每次跟艺术沟通的时候 他说不过艺术 所以他只能按照艺术的那个模式去走 本来的打开使用了 没了资格 在那里 不知道说什么 我们这波在干嘛 我感觉我让他离物不太想 我肯定 打野又不在我这里 我肯定不好听过 那么什么脚位突然闪下我死了 他是我们队最聪明的吧 首先我觉得打野这个位置 就是要聪明一点才能玩好 陈德斌在迁救艺术的打法吧 但我觉得他迁救的也没有很好 因为他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 他没打 我们要脚我们要打 我们要打 瑞典去下吧 不急 不急不急 我们没那么好暖 我空眼 攻速够不够 够啊 够了 RW 又是这样的剧情 两次同家 哇 有时候很难去定位苏宁的实力 他们能战胜豪门抢手 引人夺目 也可以被公认的弱吕步步紧逼 随时后退 但你能看到他们的专注 难得的是 这种专注 真实又自然 常规赛结束 苏宁排名第九 季后赛 他们与苏州LNG 涛博 RNG 和Fanplus Phoenix 分在了同一半区 一个名副其实的死亡半区 第一想法 比实际赛很难 那第二个想法 也没什么好受的 那就是干 季后赛的第一个对手 是两年来都没输过的苏州LNG 应该加油 对吧 因为我想后见还是你吗 对吧 先赢了今天话来说 可以 今天都没赢 就已经想到后面了 是不是已经想到世界冠军了 好 加油 加油 前两局结束 0比2的比分 令苏宁濒临绝境 我就大家先冷静一下吧 就我们前面两把意外 太多了 我觉得也不要想前两把了 就大家好好 大家调一下心态 我们好好打几三把 F5 77 BO5 怎么想 你们先不用想说 下把这输会是什么样的 兵哥心态好一点 是不所谓的 那是没关系的 对啊 你要多说电话 输了可以放假 你应该可以 我这种说不了话 玩5G的 然后你应该电话怎么说 我说差 想继续打电话想放假 对啊 不要有压力 不要有压力啊 我觉得心态不好 我们他们不用了 我们可以认输 我们心态好 他输了就输了 我觉得没关系 那我们心态一定要 不用管 不可以认输 没事没事 乐观乐观 BO5 田签 小问题啊 今年反而他更多的承担了这个 比赛帮大家缓解压力 调整气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晚上第一把训练在哪里 每天训练到凌晨三点的我们 想想每天打那么晚的我们为了什么 就想这个就行 就把大家精神来 仔细一点 你也不用心得拉 这个要不上了 仔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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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马前面玩的挺好的 你抱歉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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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听到这个 红四方正邪 他在一个横扫天军下 被招了一种需要被炸 男人炸了一下 赵姓可能要被带走了 瑞尔把他捕了一手控制 旁边加料也倒 他在也跑不掉 我们能赢到 他们都没想 这边的话 阿兵这里已经拆起了积电 我们要恭喜苏尼 成功了 添加了一分 保持住 保持住 加油 专注 完美线路开启 一枪 两枪 三枪直接带走对面 幻风 直接带着队友 要将最后的主水晶给推倒 我们恭喜苏尼 加了一分 尽管将比分追至2比2平 但让2追3的历史性翻盘 还是成为了一个假想 在输掉决胜局之后 苏宁战队的2021赛季结束了 你现在在虚拟 再检查一下 有没有东西落下来的啊 我不知道我们明年 会不会还在一起 就是我们在家 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去战斗 有队可能 我觉得大部队不会 我们不管是教练 还是选手 我的选手 我就觉得 这可能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人 就一定要对得起 自己的每个阶段 就你的选手阶段 你真的要去努力做好你的事情 你以后才不会后悔 所以我希望 大家 不管明天哪里看到大家 就我希望大家 都是一个很 相向的那个镜头 就是一个很 标准的这些选手 我也不想以后看到大家 打算不好啊 什么白烂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就看到我肯定会很难受 没事 憧憬了整个赛季 却未能抵达终极目的地 每天打那么晚的 我们为了什么呀 一年的努力 兄弟们 努力未必能达成理想 毕竟 除非在特别的角落 否则 盛夏和寒冬很难同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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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其所能 也许就是最好的结局 如今苏宁更名为微博 转换了停靠站 但不变的 依然是前行的方向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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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奖的呀 但是这个奖 这名字就很奇怪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两天总够打得我没有吓 每次都很轻 我也很轻 累了 你这个病啊 这游戏真的吓了吗 不吓了 啊 是不是有个开 大老的梦想 Tony老师留情说 对啊 要不要打那个 而且有点意思 三六花尿成太久 你家里就做这个酒 快快快 给爷爷唱一首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